初夏时节 风暖骤掌 万物并秀 此时的云南省昆明市呢 梦幻子也如约而至 大家可能会疑惑 什么是梦幻子 答案就在我的身后 近两天呢 昆明市大街小巷的兰花营 已经迎来了圣花期 花开如潮 梦幻如诗 那么今天呢 就让我来讲 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春城无处不飞花的魅力 我现在所在的轿场中路呢 已经被兰花营装点成了 梦幻的兰花营大道 这里呢 也变成了昆明近几年来 热门网红打卡地之一 昆明最具特色的兰花营景观道 便是从学府路口顺教场中路走 一直到二环北路路口 一段约两公里的路段上 数百株兰花营 在这条道路上作为行道树 长势良好 已形成一条全国文明的兰花营景观林荫大道 据了解 这也是昆明最早种植兰花营的道路 1984年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首次从阿尔吉利亚营种了该树种 兰花营在昆明长势良好 一般在四至六月份都会开花 在我们道路两边呢 也是开设了兰花营相关的文创集市 售卖了非常多兰花营的文创产品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是我们兰花营的一些就是摆件 然后像这个呢是发式簪子 然后都是兰花营的样子 然后这个呢是兰花营的钥匙扣 也是非常的精致 然后这边呢是有兰花营印花的水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明信片 然后这个呢应该是兰花营的棒棒糖 看起来是非常的合口美味 非常多的兰花营相关的产品 包括像手机壳呀摆件呀 还有这个特别漂亮的发式 非常多的女孩子都喜欢这些小东西 在昆明每当兰花营盛放时呢 不少游人呢也是置身于紫色装扮的街道之中 不少拍客呢更是长枪短炮骑上阵 纷纷合影留念 在昆明市的另一个兰花营观赏点 盘龙江畔 则开通了兰花营游船赏花专线 1999年世博会之前种下的兰花营 已经在盘龙江畔演绎了20余年的花开花落 每年夏天如约而至 陈游船在盘龙江上赏兰花营 一路船行 一路花开 紫色的兰花营与河道 城市的景观融在一起 繁花共江水一色 花瓣在微风中速速而下 有一种别样的美 九十八九九六十六十五十六十九十六十六千 第二十九十九十八十五十八十十七十九十六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十四十 zeros